今天和大家分享感情丸4-5人单位的装修连傢俬订制方案 这个单位实质就是488尺 做一个简约的风格 首先看看入门口有一个狮子柜 这个狮子柜是比较多功能性的 下面是柜柜 中间用隔山做一个背景 两边做一个圆壶 然后到厅这边 厅上边有了灯槽 上下写的灯槽点缀 电视柜要做一个圆空的圆角电视柜 然后我们用了木板间房 选了两间小朋友房 然后到窗窗这边 我们要做一个饭桌 饭厅 做了一个矮柜 然后再做一个玻璃 饰柜柜柜 装柜柜柜 然后我们看看住人房 出人房 门口因为太阔 我们做了一个套柜 是装柜柜柜 里面做了一个厅 床 加床头盔 连买一个衣柜 里面还有书桌 之后去到小朋友房 小朋友房 我们一分为二 做一个S形床 女生房是地台床三尺 地台床再加上地台衣櫃 男生房是上三尺床 床下是衣櫃和书桌 之後我們再到廚房 廚房我們要做幽形的地櫃 上面做曲尺的吊櫃 廚房是全包的 地面做600-600磚 長生做200-200磚 然後到廚房 廚房做一個直的地櫃 台上本智能鏡櫃 旁邊做三連套門的玉瓶 然後做女天花玉石寶 這間全包地面做600-600 長生的話做300-600 白的磚 門做PD門就可以了 再說廚房做一個木紋磚 配白色的怪 顯得整個風格比較簡約舒適 好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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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看